北魏年间定州有个大善人叫孙靖德 他经常帮助别人 还在家中供奉观世音菩萨 日日参拜 一日孙靖德正在念诵观世音菩萨圣号 恍惚中看见观世音菩萨出现在面前 菩萨手捧琉璃弧 端坐于连夜之上 慈悲地看着他 观世音菩萨显灵了 从那以后 孙靖德更加虔诚地礼拜观世音菩萨 冬天定州交败槐树村大雪纷飞 孙靖德先去看望自己街机的李老汉 李大哥在家吗 屋内没有回应 孙靖德推开门 只见黑暗角落底的李老汉身中树刀 已经奄奄一息了 李大哥 这是何人所为 是 李老汉话还未说完 就没了呼吸 突然 大门被推开 一对县衙捕快将孙靖德围住 地痞流氓徐二 从官兵后面钻得出来 就是他杀了李老汉 你胡说 我看到他时 他已经中刀了 官爷看 这把刀上还刻着孙靖德的名字呢 不 这刀我也不知道怎么在这里 官爷 你们看看 这可是李老汉前几日卖猎物赚的银子 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胡说这是我的银子 押回去 挺后发落 孙靖德因此被绑送衙门 你平时为人行善积德 这是徐二 苟且黑心牙翼 无限于你 比你拿钱贿赂 否则 让你钱财性命均不保 你就拿银子保命吧 我宁可死 也不注重为虐 你真是个好人 但愿菩萨保佑你平安吧 狱卒走后 孙靖德跪在地上向菩萨祷告 三天后 孙靖德被判死刑 但他并不害怕 依然虔诚地求菩萨保佑 求菩萨慈悲 让杀人者早早归案 保佑李老汉阴魂安息 不知过了多久 睡梦中的孙靖德恍惚看见一僧人朝自己走来 递给他一本经书 你本大善之人 奈何观非禅身 此为观音菩萨普门品 你要诵读千遍 方可宵夜 孙靖德接过经书 僧人突然消失不见 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在点话我 我要虔诚诵经 多谢菩萨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孙大善人冤枉 大人明察 放了孙大善人 善良的人们都为孙靖德惋惜 但刑场上的孙靖德却是毫无惧色 口中仍然虔诚念经 五十三刻刀 行行 刘子手运气举刀 猛然砍下 孙靖德的头却还好端端的 刘子手却被震退一步 又连砍两刀 这一回刀被绷断 孙靖德安然无恙 连砍三刀 竟一点伤痕都没有 真是奇怪了 孙大善人冤枉 大人明察 放了孙大善人 此时刑场一片混乱 忽然一道金光出现 只见观世音菩萨端坐莲花宝座 手捧琉璃香炉 法相庄严 观世音菩萨显灵了 孙靖德最先反应过来 应声磕头 众人见状纷纷跪地参拜 善恶自有因果 行善之人自有福报 大恶之人也要自施其果 而等要行善积德 不可造冤孽 更不可造杀孽 好好礼尽诸佛 消除业障 谁是真凶 自有公道 菩萨说反 琉璃香炉烟雾缭绕 菩萨的手轻轻一挥 人群中的徐二大声认罪 是我贪财杀了李老汉 嫁祸于孙大善人 菩萨见状再次化为一套金光 腾云而去 第二日 限定重认案件 孙靖德无罪释放 徐二等人入狱判刑 他回到家后 却见家中流离 观世音像的井上 夺了三道刀痕 顿时醒悟过来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 救度自己 跪拜在菩萨向前 从此以后 孙靖德更加殷勤地 供养观世音菩萨 并募资在定中 修建了一座观音庙 把观音菩萨 救度自己的故事手抄 四处流传 每日前来观音庙参拜之人 络绎不绝 当地人纷纷行善积德 民风向善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流离观音